朱丹和周一维参加爱的休学旅行 频繁上热搜 刷新大家的认知 原来他们很恩爱 这个节目应该没什么剧本 因为两人的表现很自然 基本上很同频 并没有身份 细节是最能说服大家的 他们没事就一直牵手 而朱丹习惯给周一维自痛感 不断的抠手 来到美丽的赛里木湖 看到策马奔走在湖边的周一维 朱丹情不自禁的高呼好帅 称老公是王总 而他是王的女人 这份爱意爆棚 因为周一维只得 两人相恋的期间 是周一维为朱丹张罗 偿还1600万元的债务 为了参加这个节目录制 周一维权衡再三 还是满足了妻子的愿望 周一维和朱丹收到节目组的邀请 周一维因为是演员 想要保持神秘感 不像因为真人秀而影响到职业 所以他是拒绝的 还特意到长沙拒绝节目组 没能参加节目 朱丹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他明显有很大的失落感 最终周一维还是接受节目组要约 因为朱丹说 如果这次节目不参加 可能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结束 毕竟42岁了 他已经不想再付出了 周一维为了朱丹 前面是悬崖也准备跳下去的形态 做了思想准备 其实节目播出以后 两人的风平一转 原来周一维并不是一直高冷无情的男人 而朱丹并不是很卑微的爱者 周一维对朱丹还是比较欣赏 看到老婆主持他很支持 可能女人生孩子牺牲很多 周一维心疼老婆 认为他的心力 智力 脑力 体力 以及他的能力 应该出来工作 愿意支持他 没问题 周一维不是养不起朱丹 而是认为朱丹毕竟很有才华 不应该就此淡出 因为有工作才有动力和活力 朱丹付出 也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 周一维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演员 很多说话很有哲学性 说明他在认真思考问题 没有被名利冲昏头脑 看了这个节目很多季 周一维是第一个说话很有哲理 能够引人思考的演员 周一维劝说孙承潇 不要担心网爆这事 真的值得很多人学习 他说到家的重要性 就是自己的一个港湾 对抗整个世界 世界对你好拥抱他 世界对你恶意 可以有地方躲开他 不要担心那些控制不了的事情 没用 天会不会下雨 跟你没关系 选择自己的姿势 以自己的方式过一生 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调侃这是他的牛顿第八定律 这话已经很有深度了 是朱丹让周一维说服孙承潇的 毕竟男人中周一维最大 而且他也被误解过 但他没有倒下 而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周一维很爱朱丹 确定加肯定的爱着这个女人 他对她说 在她眼里泛着金光 他爱她 朱丹也是有思想的女性 直到周一维为了她付出很多 在赛里木湖表白她下 朱丹想向周一维说声对不起 因为周一维只是想简简单单 安安静静的做个演员 因为遇到朱丹 承受了很多很多不好的评论 所以想对周一维说声对不起 周一维教会朱丹 在爱情当中 不用言谢也不用说对不起 因为只要牵她的手 就决定了所有的事情 事实证明 周一维不是一个演说家 而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两人真的很爱 都懂对方 深爱对方 不离不弃 希望他们一直爱下去 八年前 朱丹和周一维 还没有领证结婚 只是恋爱 从浙江坐飞机到新疆探班 他认为这是他探得最远的班 当时周一维在这里拍摄电视剧 九州海上沐云记 八年前他们在一起 八年后他们依然在一起 面对明丽的诱惑 他们依然没有选择离开 还是在一起 周一维真的说话很有哲理性 他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人一辈子就三的关系 人与人 人与世界 人与自己 到最后处理 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关系 说的太对了 放过自己 其实就是放过整个世界 对自己好 才能对他人好 周一维一定读了很多数 想不到如此大车大物 云淡风轻 周一维就是朱丹的精神疗愈师 也是他自己的疗愈师 在名利清亚的演艺圈 的确需要正确认知自己 才不会沉沦 和被自己和世界抛弃 周一维不是普尔朱丹 而是他的依靠 他的精神导师 看了最新一期的爱的修学旅行 说到能为爱人做什么 自己不可能做的事 大家都看向周一维 都知道以他的个性 他是不太愿意参加 这样曝光度极高的节目的 的确最初的时候 他是拒绝的 并且还亲自飞到长沙 去拒绝了节目组 他觉得自己拒绝的很得体 节目组也表示理解 但是回家之后的第二天早上 朱丹跟他说 老公 我觉得有点心悸的感觉 他讲述这件事的时候说 他说完这句话 还是像往常一样 送女儿去上学了 他突然觉得 他身上没有光了 这不行 他想 女人挺不容易的 生孩子养育孩子 搭进去很多时间 而他原来是一个发光体 他的脑力智力体力 都能支撑起他在付出 他也应该付出 而这个节目 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机会 为了能让他重新发光 他决定来参加这个节目 前面就是悬崖 我也跳了 他说 前面当然不是悬崖 前面是海阔天空 想起看第一期 朱丹在明沙山下 那个村里主持小小的百家宴 就穿着很朴素的牛仔衣 没有任何修饰 但是拿着话筒 他就很自然和话筒融为一体 仿佛他是天生的主持人 那一刻他是发光的 周一维含笑 用手机拍下了他主持的视频 从业这么多年 作为名主持 他大大小小主持过多少场节目 这个村庄里的主持 与他的职业生涯 根本不值一提 但这该是口播失误之后 他第一次主持吧 周一维眼里 那个熟悉的祝丹又回来了 周一维看着很老派 甚至假如你不了解他 只看他的表情动作 还会觉得有点油腻 但是看这个节目 会发现他是一个豁达 睿智 高情商 内核非常稳定的一个人 金沙和小男友 因为项链的是闹别扭 小男友年纪小 怕这段表现不好 播出后会被骂被网爆 作为团队大哥的周一维去劝他 他问周一维 你被误解感情 被大家骂的时候 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周一维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全文背诵并学习 他们骂的是对的吗 如果骂的对 那你就改 如果骂的不对 你就别听了 人生只需要控制 你能够控制的那部分 你们俩好不好 我认为这是你能够控制的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没问题 那就行了 外面珊瑚海啸又如何 人为什么要有家庭 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个港湾 来对抗整个世界 世界对你友好呢 那就去拥抱它 如果世界对你恶意 你有地方可以躲开它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这是其实 不要担心那些 你控制不了的事情 没用 天会不会下雨 有可能会跟你没关系 选择你自己的姿势 以你自己的方式 度过你的一生 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睿智和豁达 所以这么些年 即便他被各种误解 他破啊朱丹 即便他被骂成了一个筛子 他从来不出来做任何解释 外面珊瑚海啸 但他是朱丹的定海神针 郑菇 儿子 根本不给你 花儿 的 有空 说